第五十五集 魏大小姐 原文在族就书接上一回 上回讲到 听到黄云光这样讲 他大佬黄云飞就吓了一条 黄云光跟着说 老祖宗那边我自然会解释 这个人不和我们足有有好大关系 如果我错过了这段机缘 我们皇家看怕就很难再有鼎盛之日 无论我们怎样再人丁兴旺 如果还是突破不了那条线 魏家就算死剩最后一个人 都一样可以死死地压住我们一头 黄云飞沉默了一阵 突然间说 你说他是 黄云光正重地咬下头 黄云飞渡吸了口凉气说 这件事关系重大 你让我想想 唐芳在片厅那里专心自制地 看着杯里面几片茶叶 你这个皇家都算财大气粗 用的是五大名谣之手 君谣的慈器 俗话说黄金有价军无价 只是这道茶具 放到去楼梨厂市场 一定会引起一阵骚动 就算是现在的紫禁城里面 看怕也都很难找到 好像这样土质世润 紫玉非玉的上等军尺 而所用的茶叶 亦都在武宜山上 号称 嫁给黄金的大红袍 只是可惜唐芳那样的粗人 被他喝都是牛肇卯丹 找不出当中的真美 就在唐芳白无聊赖那阵 外边有个小孩伸个头进来 正是刚才在外边迎接黄云光的小孩 唐芳连忙入手叫他过来 那个小孩笑骑骑地走过来说 你是谁呀 为什么来到我们皇家 你是三叔的朋友呀 唐芳连忙入手 一手抱起个小孩笑着说 你今年几岁呀 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做黄道一 是三叔的侄子 我不跟你玩 我要和哥哥仔玩 谁是哥哥仔呀 唐芳四围望下 整个厅堂里面 就只有自己和这个小孩 哪还有第三个人呢 黄道一眨眨眨眨眼 但打着头很认真地说 就在这个肚子里边 那个哥哥仔还在睡觉 我要和他玩 你帮我叫醒他呀 唐芳即时吓了一跳 难道皇家的人 个个都是怪物 这个看上去天真烂漫的小孩 居然能够看得到自己体内的恩仙 难道是传说当中的阴阳眼 那个小孩摸一下唐芳的肚子 说 这个哥哥仔不醒都不好玩 等他醒了你再叫我过来 我去找游阿姨玩 说完 紮紮跳地出去 剩下屋里面目瞪口呆的唐芳 正在王氏两兄弟针紮麦桂的时候 突然间到门 走一声 被人一脚踢开 一个柳眉倒树的姑娘 插着腰站在门外边 大声喊 王云光 我限你三秒钟之内 和阿姨爬出来 要不然 我就拆掉你们皇家的祖妙钟尺 哎呀哎呀 游依化浪礼了 大家快点来看看 一早已经坐在回廊那里 占据了最佳观赏位置的王道一 一边在剝瓜子 一边在围恐天下不乱地猛地拍手 一 艺游在门口大声喊 王云飞啪啪王云光的肩头 面上一副自求多福的无奈 从后边喊声叹气地走了 但是刚刚走出门口 他即时整副面都变了 微飞拾舞地走入旁边一间房 房里面 窗口旁边 迫满了看热闹的人 看到王云飞过来 大家笑着说 大师兄你还不来 快要封盘了 快点快点 门口多少 我落一百 王云飞马上门钱 二 艺游手里面 橙的声吞出一把七星剑 倒插在丸子里面 他说 王云光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哎呀死了 杀人啊这次 一个刚刚入门的王氏弟子 看到胆战心惊 大师兄 要不要出去阻止 但是他得到的回应 是一片嘲讽的眼神 三 艺游退后几步 一下拔起那把剑 大声地说 我就知道你是乌龟黄八蛋 陈世美 西门庆 好 你今天不出来见我 我就死在这里 变成厉鬼 天天牵着你 啊不是 牵着你老婆 你日头带她出来 我就日头出来 你晚黑带她出来 我就晚黑出来 你们想上床啊 阿姐我就逼在你们中间 踢爆你的池塘 手上插圣剑一辟 王云光 你出不出来了 是呀 幼儿啊 突然间 屋里面 响起一把悲痛欲绝的声音 听到大家周身起鸡皮 只见里面一个扯爛了衣服 披头散发 穿着一只鞋的人 飞地跑出来 一下子 抱着魏游的脚 哭着地说 我都说不出去走脚 说了不出去走脚的了 老祖宗是要我去 如果再迟回来半步 我就再也都见不到你了 黄云光 哭得很幽远 超 屋里面 整班选友也一起鄙视他 这个老三 居然是这招 子欲啊 男人的子欲啊 黄云光 也都算够狠 居然 真是在自己身上 弄了几处刀伤 血水顺着被他 临时扯爛的道袍里面 不停流出来 面上边又青又雨 黄云光 今次都算落足半了 听到声音的唐方 在屋里面走出来 见到这一幕 眼珠都几乎跌了出来 喂 这个黄云光 他在搞什么花神啊 三叔 这叫做忍辱负重 真男人啊 在旁边 摸着瓜子的黄道一 好老迹地叹了一口气 如果不是这样 我皇家千年基业 恐怕就真的要被 柔依毁于一旦了 柔依这个人 真是说得出做得到的 唉 可怜的三叔 那女人是谁啊 魏家大小姐 三叔未过门的老婆 我们足由四脈 千百年来都是互相通婚 但是鬼叫魏家 偏偏生了个柔依出来 又鬼叫柔依一心 你真喜欢我们三叔啊 唉呀三叔 王道一好像不忍心看下去 雙手合十 铅成地说 佛主会保佑你的 还似乎觉得不够铅成 又在胸口画了个十字 阿门 接着对唐方说 食瓜子食瓜子 过来一起看啦 唐方接过王道一手上边的瓜子 两个人排排坐 我轻之勃勃地看着这场大戏 哈 真是糯米字幕室 一物行一物 猜不到你个王道士 都有今天啊 哈哈哈哈 唐方 终于捉到这个 在他看来 几乎完全没有私傲破绽的王云光 当众出丑的一面 真是老怀安慰 就为了这个女人 都应该喝得杯落啊 艺游似乎也都被王云光吓了 他看着王云光 说 你 你 你干嘛呀 王云光七情赏面 好委屈地说 都是老祖宗咯 是都要我赶尸走脚 我打算赶尸可能会经过神州 那我就可以找机会见你一面啊 但是老祖宗 是要我去湘北那边 我一路上 日夜兼程 都不知磨爛了多少对鞋 就是为了能够早点回来见你一面 但是路上边 又撞到茅山 爐山 阴山 坤崙山的人 我翻山越岭 爬山摄水 一路走一路打 一路打一路走 很不容易 才有命回来见到你 如果不是 一心想着要回来见你一面 我恐怕 恐怕一早就死在茅山天君手上了 你看看我的鞋也烂了 魏游面上的寒霜 慢慢开始解冻 他小声说 真的 你看看 黄云光委屈地伸手过去 这些霜 这些霜难道会骗你了 咦 为什么还流血 那就是因为见到你一激动 不就出血了 黄云光 快掩住伤口 他骗着魏游的手 很诚恳地说 无论如何 魏游儿 我都要多谢你 如果没有你 让我信念 给了我力量 让我温暖 你现在见到的我 就已经是一条死尸了 魏游的面上 慢慢露出关切的神色 他小声地说 我知道你是在着我的 但是以后你要答应我 不准再做这些危险的事了 如果你死了 那 那 我也不想做人 说说说 眼圈都红买 黄云光说 魏游儿 不要说这些了 我不是回来了吗 我们进屋先说 外边风大 你伸子弱 因着冻了 嗯 魏游 扶着黄云光走入去 一边走一边说 小心点 不要弄到伤口 等会我帮你敷药 嗯 好啊 魏游儿 两个人手挽着手走入屋 黄云光趁魏游不注意 凌转身 向黄云飞那帮人躲在的地方 做了个割颈的动作 嘲 三四兄说这么多 屋里边的人有一片蛙烟 没了趣味 如果你们以后也都找了一个 好像魏游这样的女人 就会知道你们三四兄的惨法 看着魏游和黄云光一起带的黄云飞 很有感触地画 眼里边对黄云光的未来 忧心忠忠 那黄云光和魏游这对冤家 下来又有什么事发生了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上一回 上回说到 夜幕渐渐降临 王府的灯火 也会慢慢吹灿起上来 将整个府邸照到灯火通明 在黄云飞的热情招待下 唐芳以贵宾的身份 在王家主厅作客 整台的上好菜式 就算是在长沙最好的酒楼里面 都未必见得到 唐芳再一次见识到王家的财大气粗 这几天清湯寡水 已经祭祝他 叫救命 当然 就算是王云飞所说 随意的家宴 也不是谁可以坐上去 王云飞坐在上手 在他左手边 空出来的两个位 当然是留给魏游和黄云光 右手自然是唐芳 几个王家少年一代 有些地位的弟子 也都只能够陪坐 王道一 少骑骑地搬了一套 细一圈的桌椅 在旁边坐下 手上拿着个碗 不停地敲 王云飞看上去 代人非常随和 大家在随意地聊天 很快 这帮人嘴里面的主角 两个不是新婚 性似新婚 或者说 是看上去 好像是新婚的 王云光艺游 最后走入屋 艺游用手挽住王云光 面上边笑颜如花 王云光在一边陪着笑 小心翼翼 看到大家出力忍着笑 王云光坐下 唐方向他眨一眨眼 笑着说 想不到你这个道士仔 平时这么风流快活 不就这么快就 轿械投降了是吧 王云光愁眉苦面 喊声叹气地说 我的痛苦 你这小子不会明白的了 王云光 你在这自知浸浸什么 哦 哦 我 我是说我们的幸福 他这小子 是不会明白的 王云光吓了一条 他臉变得更快 过穿剧的变脸 小心翼翼地夹了一块 红烧肉给艺游 好温柔地说 啊 游儿 你最喜欢吃的 吃多点 唐方强忍着笑 整块面焗得通红 小王啊小王 你都算有今天了 王云飞咳了声 切入正题说 我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中家 魏大小姐 这位是唐将军 两位应该是初次见面 以后要多些亲眼 谁知道 艺游轻轻放下筷子 冷冷地摸着唐方 所有的人 吓得大气都不敢休息 特别是王云光 甚至艺游都还没开口说话 唐方就已经发现 他的脚已经开始震了 艺游冷冷地说 王云光 你说 这个人是谁啊 在王云光 丰富的斗争生涯里面 通常艺游一句说话里面 会收到三个陷阱 如果一个不小心 恐怕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王云光 王云光 在脑海里面 努力地酝酿了回来之后 才胆战心惊地回答 他 他是我这次走脚式的一个兄弟 兄弟 声 艺游整碟红烧肉 向着王云光 打头兜面地扔过他 好这个王云光 你居然敢在外边勾三踏四 你说 你怎么对得着我 蛤 什么 他男人 男人又怎么 中英台还不是女扮男装 来勾引梁山伯 再说 男人又怎么 谁知你两个 有没有脱脱的爱好 好这个王云光 厉害了 今天带个男人回家 明天是否就带个女人回来 后天是否就干脆连女人都不带 直接休了我 整班人声都不敢声 黄云光愁眉苦面地在桌底爬上来 抹一下油淋淋的面 哭的口 游儿 你听我解释 这个王氏一家都算古怪 无论艺游怎么吵都好 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劝 反而一个二个 恨不得即刻和黄云光 画清界线 明折倒身 黄道一更加在一边 出力地敲着碗 嘴里边不停为魏游坐威喝彩 一看就知道 整班都是自私自利 没见识过魏大小姐的飞扬拔户的唐坊 心里边不由得感慨 这顿饭都算吃得屈闷了 很不容易 黄云光才哄回魏游开心 等到魏游间房的灯熄了都还不敢走 迎着寒风在魏游房外边的角落头 蹲了一排 这样才返回入屋 与黄云菲一群人会合 整群人自然又笑了他一会 黄云光抹下油淋淋的道袍说 好了好了 说一些正经的东西 黄云菲说 我听云光说起 这趟赶尸 你们遇到凶险槽槽 如果不是唐兄弟在一边帮忙 我们老三就可能真的发不出来了 说起上来 唐兄弟还是我足有的恩人 这次唐兄弟来到我湘西皇家 有没有拜门求师的打算呢 如果有 我皇家就很愿意和唐兄弟你结上这一段善缘 唐方就慢个闹头 所谓黄金万两都不如有一记旁身 虽然 赶尸这一行 整日要和死尸打交道 属于下九流 但是这个兵方马乱的年头 唐方又是一个逃兵 逐回去是要被枪毙的 就算是其他人 能够有得一日三餐已经是家山有福 见识过皇家敢依华食的生活 唐方又怎会拒绝呢 学艺精不精就没什么所谓 能够偷骄拐骗 白财纳品才是正老 黄云菲说 虽然我皇家早睡 足由大到只能够血脈相传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 现在天下人都讲究民主共和 皇帝都没阻落 我皇家自然也不能够一本通书读到老 但是这件事还要老祖宗闹头 你先带他去见老祖宗 请老祖宗摸摸他的筋骨 皇云菲说 好 责日不如藏日 唐兄弟如果没有其他紧要事 我们现在就去后山找老祖宗 唐方自然不会拒绝 接着皇云菲趁着月色来到后山 皇云光突然停报说 唐兄 后山不客气后山 但是皇云光这傢伙就没有说清楚 这里原来是皇氏祖坟 唐方走入后山之后 看到一片客妈妈的坟头 上面无悲所客的字说明 这些都是皇氏各个时代的人物 越往上坟墓就越破旧 在山脚底几座坟墓就有些气势雄云 显示这个皇家发达都不是很久 唐方吹了口水 心想皇家这个老人家怎么这么古怪 好地地这么大间屋不住 是要走来这样的地方住 有了之前夜探十里沽坟的经历 唐方也不是怎么觉得害怕 嘴里面念念有词 算是品名皇家的列祖列宗 一路就向坟山的深处走过去 心里面在想 这个死老爷会在哪里呢 那皇家这个老祖宗到底在哪里呢 唐方找不找得到他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57集 皇家后山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上回讲到 唐方来到后山 在山脚的时候 还有些树木染楷 走到进来 就只见到一片见不到头的坟头 草木都没有条 远远看着前边好像有两个灯笼照着 那个老爷应该就住在那里了吧 唐方心里面是这样想 看准目标大步向前走 以往 唐方对这些阴人聚集的地方相当反感 但是不知为什么 你一次来到 心里面对坟地居然有了某种说不清的依赖 甚至是兴奋 一边走 两只脚的脚心也隐隐传来一种清凉 令到全身非常舒服 脚步也不禁轻快了很多 前边两只幽绿灯笼闪着光 指引唐方一直向前 唐方走近 果然是一间大屋 他大声地说 里面是不是皇家的老祖宗 我是来拜师的 里面没有人回答他 可能是睡着了 唐方心里面急了 一脚踩开门 眼上走进去 突然间听到一声猫叫 画破夜空非常凄厉 唐方转头一看 只见一只黑猫跟着在自己后面 叫声非常焦急 唐方就身一阵 冲口而出话 若云 当唐什么事都忘记了 飞快地向一只黑猫跑过去 但是一只黑猫一跳 忽然间又消失在夜食当中 唐方叹了一口气说 都还是不肯见我 接着他轮转身 这一下轮转身真是拿了一口 眼前见到的东西令唐方魂飞拍散 那间大屋已经不见了 变成一条大到无比的蛇 蛇的两只眼正是正说见到那两个灯笼 滴着唐方 嘴里边的舌身伸伸伸伸伸 唐方嚇到手忙脚乱 向后一跌 正说如果不是那只黑猫提醒 自己就可能真的走进蛇肚里面 那条蛇通体结白 在头顶有个巨大的肉柳 看上去有些像鸡冠 向着唐方的方向慢慢游过来 这么大一条蛇 唐方也知道一定是有灵性的 说不是是皇家所养的手山之灵 他连忙拱手说 我,我是唐方 是你们皇家的客人 不是来到墓的 有怪莫怪,有怪莫怪 然后慢慢向后腿 整个心看到喉咙叮 驚使这条大蛇突然向自己发动进攻 这样的庞言大物 只是凭手上的枪 绝对解决不了问题 一个不小心 很可能就会成为人家的食物 这个时候 这条大蛇居然慢慢开口 嘻,从哪里来啊 唐方心里面一疾 心想,这条蛇难道成了精 难道这条蛇就是老祖宗 心里面记起皇云光的祝福 他连忙说 我,我是棺材那里来 一条大蛇斩一双眼 在唐方身边游走 这条大蛇足足有十几米长 正是头已经有唐方半个身大 唐方不敢有什么大的举动 站在原地任由这条蛇在看着他 心里面暗暗地求菩萨保佑 谁知这条大蛇突然间抹大个口 一口就要将唐方吞下去 哭你啊 阿叔被捉面你们皇家 你居然要阿叔的命 唐方不由得心头火起 手上一组准备好的手枪 对着大蛇双眼也一枪打过他 大蛇的眼睛一盏 子弹就好像被钢板挡住那样 火星四射 而蛇身就很快 白痴痴的牙齿斩眼间就来到唐方面前 唐方就骂到飞气了 你这个私人黄云光 将阿叔压上山 原来是想为这只畜生 阿叔如果有命回去 看下我不将你剝皮拆骨 口里面虽然不骂 但是就一点都没有影响他的行动 身形一矮 后退了几步 出行力 将身边一块墓碑拔起 照着大蛇的嘴子扔过他 大蛇的嘴子一合买 整个墓碑吞了下去 但是就错过了吞唐方的最佳时机 唐方哪敢再停留片客 轻轻含含含向着山下仿骨窄路就跑下去 但是大蛇的身形很快 旁大的身躯几下软曲 然后身向前一摆 就将唐方的去路全部封死 整个身围成一圈 将唐方困在中间 嘴里面的蛇信慢慢吐出 唐方已经能够感觉到 蛇口里面吐出的阵阵声丑 唐方左冲右突 但是大蛇只要蛇尾一掃 唐方就好像被千斤重力拉扯那样 被掃回原地 连冲了几次 都突破不到大蛇围成的包围圈 唐方手上的枪 但是子弹对大蛇有一点影响都没有 最后子弹打光了 唉算了 看下今天唐大将军就算坏在这里 唐方扔了手上哪个枪 唯有盒上双眼等死 王云光 阿叔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这一刹那 唐方的脑海里面 并闪过和王云光一路上的种种遭遇 自己对王云光退心置腹 猜不到 最后居然被自己最信任的人害死 唐方心里面你说多屈门 王云光的死子 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呢 难道一路上 王云光所做的一切都是表演 目的就是要将自己引上山 祭他们王家这条灵蛇的五状庙 到底为什么呢 大蛇开始慢慢收缩 将唐方整个人卷起上来 有点像猫玩老鼠一样 在那玩唐方 唐方只觉得呼吸越来越急速 这种蛇食人 通常都会将猎物咸生枯死 只要唐方每呼吸一次 他就收缩得越紧 蛇身收得越来越紧 几乎已经没有透气的空间了 唐方知道自己大限就来到了 他彻底绝望了 突然间 一阵凄厉的猫叫划破夜空 一道黑色的闪电 向唐方猛撲过来 是若云 快点走啦若云 唐方心里边在那叫 死他一个就算了 没必要张若云都陪入来 张若云站起没多远一块石碑上 后边 双眼慢慢地望了唐方一眼 唐方心头一阵 似乎明白了当中蕴含的意味 是临死的告别 难道张若云真是拿一条命来救自己 被人出卖了的唐方心头一片苦劫 来到现在才感受到一丝温暖 说到底 都仍是有一个人 愿意和自己同生共死 张若云变成的黑猫咬了声 向大蛇一下猛撲过去 死只锋利的爪 在大蛇身上有一阵乱挖 蛇身连子弹都打不穿的皮肤 居然被一只黑猫挖了好几度血痕 大蛇似乎有点痛 那只猫好像瘋了一样 在大蛇身边飞快闪动 嘴里面发出尖叫 白蛇围着唐方的蛇身有点松动 唐方终于可以呼吸 张若云的猫爪上下不停挥动 好像瘋了一样 白蛇终于生气 将唐方一下松开 尾一掃 将整只猫掃到半空当中 虐云 唐方大叫一声 向张若云一下扑了过去 但是已经迟了 只黑猫的身体一下撞在一块石碑那里 似乎这条大蛇都没怎么用力 如果不是 张若云的猫身 看怕这个时候已经筋骨断了 当场没命 畜生 我唐方到底和你们皇家有什么冤仇 你居然要我们两条命 张若云是唐方的敌龙 张若云受伤 唐方彻底生气 唐方将身上的衣服引下扯下来 露出身上的纹身 只手在地下扔起一块石碑做武器 对着这条被他大几十倍的大蛇红着双眼在喊 过来啊 你过来啊 阿叔今天和你拼命 你这个死人皇家 你这个死人皇云光 阿叔和你们死过 强悍的气势似乎感染到一条白蛇 白蛇居然后退了几步 然后猛然向前一个苦冲 悲快地向唐方冲过去 唐方双手插着石碑 居然也上前向白蛇冲过去 白蛇露出白牙 向着前来送死的唐方 一口吞下去 唐方手上的石碑 在白蛇的口里压着起 被石碑卡住个蛇口的白蛇 把口不能够合买 跌入蛇口的唐方 狠狠地握着白色的蛇信 用尽全身力气向外拔 白蛇就身不停地翻滚 无数的石碑被撞难 但是死死地握着蛇信的唐方 无论如何 怎么都不肯松手 就算是死 他唐方都要将这条白蛇摸他一层皮 为张若云报仇 突然间一条客人影一闪 张若云居然也跳入蛇口当中 唐方即时急 你不要进来送死 出回去 张若云咬了一声 居然跳上唐方的肩膀 两只猫爪死死地抱着唐方的颈 一声响 石碑始终抵挡不住白蛇的力量 终于断了 唐方眼前即时有一片黑暗 声臭的味道充满了整个空间 然后整个人慢慢跌入不知道深浅的深渊当中 你来是否和我同生共死 唐方抱着手上的张若云虎笑着说 喵 张若云在唐方怀里叫了声 似乎在回应 那我们一起死 今生无缘 唯有等来世 唐方只觉得眼皮越来越重 终于暈了过去 而个身 还是不停地向下嘴 那到底唐方跟着下来会怎样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和声编语 请订阅 适合 请留下 让开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